国服第一玉藻前加入ZGDX战队 这是打破传统格局的开始 继北美赛区第一次接纳女职业选手进入决赛后 中国赛区ZGDX紧随其后 或竞圈两只场也转发了这条 上麦恋到底什么来 她凭什么可以借体名声 ZGDX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打动Smiling 并说服她以决战平安京开赛以来 中国赛区第一位女职业选手身份加入ZGDX的战队 并许罗她首发位置 老K 你看看 ZGDX竟然找了个女的大手 要乱 Smiling表示 打职业其实和性别没有关系 她也不太懂为什么以前一直是男生 站在这个游戏的巅峰 定职业 如果真的想去做 女生也不会做得很差 有完没完 心中单是你们家亲戚啊 话这么多 人也不是你家仇人 刻薄水啊 闭嘴 身上得我头疼 诚哥 队长 我的CV老大 这女孩是咱们家的新中单 你得关心一下 说不定明天人家就来报到了呢 听说还带了一只毛茸茸的小畜生 可能是我订的外卖刀 劳烦队长大大帮我开小门 好 你在干嘛呢 上小号评论 我也不喜欢你 陆思诚 怎么开门的是你 谢谢 我是讨厌啊 哇塞 好饿呀 诚哥 不再来一把 路人局太康复了 白当大腿拉着伤分忍不了我 吃人头送 比我杀得对 诚哥今天很暴躁啊 诚哥 我劝你忍着不吧 后天就说句审核了 要是不想被扣工资的话 最少还差一百个 剩点外加三把竞技赛 咱们诚哥 凉了 不用挣扎了 掉一个段 扣百分之二十多月薪 自打这个规矩出来之后 诚哥就再也没有拿过完整的工资了 诚哥 咱们别任性了 任性扣钱哪 贵 没事 咱们诚哥有钱 不对啊诚哥 这不是我店的外卖啊 我到ZGDX报到 并敲响了门 来开门的是诚哥 然后他拿走了我的外卖 说了声谢谢 就把门关上了 于是 现在我又站在大门前 我们现在又在做ZGDX的日程 一班 微博删了 不 微博删了 我不 再说最后一次 微博删吧 你先道歉 永生之年从来没有看到诚哥被对 为新来的小姐姐双击666 对啊 厉害 今天大家都这么勤奋啊 我还没来就把回看完了 睿哥 我来报到 你来了 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童谣 传说中十九岁登顶国父第一 二十一岁单牌上韩服京都之主 站在百分之九十九男生肩膀上的 天才中男少女 你就别念通稿了啊 过了过了 睿哥 不管怎么说 好 从今天开始 童谣就正式接替名神 成为我们新的签讯中单了 欢迎 虽然你可能都认识啊 但是我还是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的商单 老猫 他是一个在游戏里 比肉的辣味面脆皮 色色发抖的 来来来来 直男 欢迎欢迎 就是反射糊有点长 你稍微别介意啊 反射糊长你说谁呢 不好意思啊 最近那里有谁 都 没事没事 这个呢是辅助 叫他小胖就行 同类奶妈 一个纯粮无害的肥宅 说我宅可以说我肥就太过分了 我只是比较弱而已 小鱼姐好啊 有事别着了 没事咱们俩可以一起创牌 没问题 没有你 那位呢 就是老K 我们的达野 你别看他这样 其实就是一个重要商业 老K 有他在 明显可以在对面中单面前 肆无忌惮地横着走 那是因为有名神在 如果是换了别人 那就不一定了 接下来这位 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艾维俊 听说你刚才 把人家关门外了 我以为他是个宋外卖 宋外卖能穿成这样 还抱着猫 能啊 所以又把门关了 没盛装打扮一下 真是对不起啊 真是可怕 连别人穿什么都要管 你想 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啊 你的表情告诉我 你想说点什么 连别人想什么都要管 这是什么可怕的人设 对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猫 它要大饼 所以呢 所以我能叫你诚哥吗 你的猫叫大饼 跟我叫诚哥有什么关系 这是两个问题 堪紧你毛茸茸的小畜生 我问过锐哥了 基地里没有人对猫毛过敏 所以我才把他带来的 有 谁啊 我儿子 诚哥 你这不叫过敏 这像食物链 你不能压一只小猫咪的天性啊 他的猫万一吃了我儿子怎么办 再买呗 买不起吗 你少掉几次分 少罚几次款 够你子孙满堂了 好 诚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看好大饼的 保证你子孙满堂 好了好了好了 再说下去诚哥要冒火了 小姐姐 走走走走 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 好 走 交给你了啊小胖 好嘞 你笑什么呢 紫森满堂 你不敢举个说的 不好笑吗 小姐姐 看看 怎么样 这都是我精心布置的 之前小瑞布置那个房间呢 一看就是直男的思路 你看看我这个怎么样 我可是特意从网上给你选的 少女限定 少女限定 你是对少女有什么误解吧 兄弟 小姐姐 你看这个 我可是搜了几百家店 才找到这种既有粉色花边 又有蕾丝的四件套 这蕾丝 漂亮吧 这粉色 是被小猪陪起吃进去 再偷出来的吗 还有这个 你看这个 多飘鱼 戳下我的眼睛吧 再看看这个 火力鸟限定少女柔情款 多伟 小姐姐 小姐姐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我就说嘛 你可是第一个打职业的小姐姐 就来了我们战队 荣誉啊 所以 我们要好好地照顾你 给予你特别的关照 好了 我看 太累了 那你就慢慢收拾收拾 早点休息 我就不打扰了 对了 桌子上给你放了一本战队手册 不过你不看也没关系啊 明天小瑞 会带你熟悉日常训练流程的 拜拜 拜拜 小姐姐 欢迎加入ZGDX 加油 拜拜 拜拜 来站队的第一天 冷酷的诚哥 热情的小伙伴 惊艳的卧室 哈哈哈哈 其实还是蛮开心的 笑容 冲牙